我們沒有任何想要傷害他人的意識 我們事情也做好了 就是安全的評估 我們在車子前面也設下了路障 然後我們是用鐵鍊綁在自己身上 如果以後其他的抗議行動 都有妨礙到 譬如說五分鐘或十分鐘的交通 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都會被判有罪呢 如果說這樣子的判例確定下來的話 我覺得對於一般的機會遊行的權利來說 有很大的影響 法院雖然本於他的仁慈 認為說這些被告不需要去坐牢 不需要可以任何的刑罰 但是他在無意之間 劃下了這條過於嚴格的界線 會對於我們日後的集會跟遊行 劫色自由 劃下非常嚴格的憲勢 完全違反了憲法上的比例原則 因此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上訴